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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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觉得输入应该是三角形中的直角边的长度 A 输入后这个值是确定的 根据题目的描述 斜边C的长度是可变的 能够形成多个不同的直角三角形 只要斜边长度不超过50就可以 最后要输出所有符合要求的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 根据小雅同学分析的输入和输出 我们可以通过枚矩算法 在C可能的变化范围内 去找出能够构成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 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用枚矩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枚矩范围和检验条件各是什么 老师 因为直角边长A的值是确定的 斜边长C的值是可变化的 所以我们一一列举斜边长C的变化范围 它的最大值是50 最小值根据斜边长度大于直角边长 可以设为A加1 因此每矩范围为A加1到50之间的整数 由题目中 关于三条边ABC的长度都是整数的规定 则检验条件是 有已值的A和C的值 根据勾股定理算出的第三条边 B的值必须为整数 我们已经分析了每矩范围和检验条件 接下来请同学们把流程图空白部分填写完整 老师因为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大于其他两边 所以将每矩的范围定位为A加1 到50之间的所有的整数 因此在用循环结构一一页矩时 需要将循环变量C的出值设为A加1 直角边B的值可以通过勾股定理 C平方等于A平方加B平方来求得B的值 B等于C平方减A平方 在开根号用VB表达式书写就是 B等于SQ2 括号里C乘以C减去A乘以A 检验条件运算所得的直角边的直B是否为整数 也就是B和V区整以后的直箱等 即为正确答案输出三角形的三边VPC 非常好 小雅同学根据前面的分析 设计出了用枚矩算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流程图完成程序空白处代码的填空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流程序空白处代码 我用for语句来实现对斜边值的一一页举 通过复制语句完成直角边B的值的计算 循环体内用if语句完成检验 我们试着输入三角形的直角边A的值为12 程序运行以后 结果显示找到四个符合条件的直角三角形 这里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考虑一下 在表示三角形三边的边长A B C时 我们对A和C的变量进行了整数类型的声明 B为什么声明为单精度型时数呢? 如果把B也定义成整数类型 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会有什么问题吗? 同学们不妨课后和你的老师一起讨论一下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一列举的对象是谁 它的范围又是什么? 小达同学选择了 对斜边C的值进行一一列举 如果我们选择对直角边B的值进行一一列举 程序又该如何编写呢? 由于选择的一一列举对象不同 每举的范围也会不同 由此设立的检验条件也不相同 同时我们还发现 每举的检验条件 有时不会那么直白地在题目中告诉我们 而是隐含在提议中 需要我们运用其他学科知识 综合分析、挖掘和提炼 2. 寻找水仙花树 水仙花树是指一个三位正整数N 它的每个数位上的数字的三次密之和 等于N本身 例如153这个数字 它的个位、十位和百位 一次是3、5、1 相应的 每位数字的三次密之和就是 3的三次方加上5的三次方 加上1的三次方 等于153 就是这个数字的本身 因此153被称为水仙花树 请同学们想一想 以下这些数字中 哪些是水仙花树 老师 经过计算 我发现只有370符合 个、十 百位上每位数字的三次密之和等于自己 所以370是水仙花树 其实对于一个树是不是水仙花树的判定 并不困难 但是当我们要找出所有三位水仙花树时 计算量就大大增加了 人力计算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正确的结果 所以碰到这一类问题 我们往往借助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功能 通过每举算法 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 找出所有符合特定条件的数据 请大家想一想 用每举算法解决 找出所有的水仙花树这个问题时 它的每举范围和检验条件 分别是什么 老师 因为水仙花树是个三位数 所以每举范围是100到999之间的正整数 检验条件则是 个位数字的三次米 加上十位数字的三次米 再加上百位数字的三次米 等于这个数本身 那谁能说说 一个三位数的个、十、百位的值 是如何取出来的呢? 我知道 我们可以将NMod10得到的个位数字的值 存入变量 A,然后用N整除时 在Mod10得到十位数字的值 存入变量B 最后将N整除100所获得的百位数字的值 存入变量C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知道 每举算法可以通过循环 嵌套分支结构来完成 请把流程图中空白部分填写完整 老师 我填写完了 在循环体内部 三个主理矿内 依次填入A等于NMod10 B等于N整除10 再Mod10 C等于N整除100 获得了N的个、十、百位数值以后 在菱形矿内填入水仙花数的检验条件 N等于A的三次方 加上B的三次方 加上B的三次方 加上C的三次方 算法设计完成以后 我们如何用VB程序来实现呢 好多的 相当往B的水仙花数的检验条件 老师,我完成了 好,请小达同学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如何来编写这个程序的 我也是先对所有用到的四个变量 ABCN,进行变量申明,类型为整形 然后用4语句控制循环变量 N从100到999,循环900次 循环体内,先根据N的值通过三条复制语句 依次获得ABC的值 分别代表了N这个数的个,十,百位 然后用if语句进行N等于A的三次方 加上B的三次方,加上C的三次方 的条件判断 如果条件成立,则输出这个N 我们一起看一下小达同学编写的程序 他的运行结果 一共是找到了四个符合要求的数据 大家可以根据水仙花术的特征 自己来验证一下 这四个数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需要对找到的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计数 程序应该如何修改呢 老师,要想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进行计数 必须要有一个计数器 我用变量K来承担计数器的任务 然后在声明K变量是整数类型之后 在每句之前增加一条语句 计数器K付出值为0 分之结构内如果条件满足 除了要输出N这个值以外 还需对计数器K加1 最后每句结束输出计数器 K的值它就是符合条件的数的个数 老师有个问题 小雅同学 你把K等于K加1放到了Printend之前 它还可以放其他的位置吗 只要是在if和endif之间都是对的 我们完成了找出所有水仙花树并计数的任务 另外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多有趣的数字 比如四叶玫瑰花树 它指的是一个四位数 每一位上的数字的四次方之和等于本身 感兴趣的同学 不妨在课后想一想 如何找出1000到9999之间 所有的四叶玫瑰花树 并计数的任务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发现在所有可能的范围内 找出具有某些指定特征的数 这一类问题 非常适合用枚举算法来解决 只要能够确定枚举的范围 和检验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发挥计算机运算速度快的优势 将这些特征的数都挑选出来 3. 鸡兔同龙问题 鸡兔同龙是中国古代的数学名题之一 大约在1500年前 《孙子算经》中就记载了这个有趣的问题 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经有智兔同龙 上有35头 下有94足 问智兔各几何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 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 从上面数有35个头 从下面数有94只脚 问笼中各有多少只鸡和兔 同学们想一想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 我可以用美举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2z这个变量来表示兔子数 那么鸡的数量就是 35减去兔子的数量 鸡兔总共35只 鸡和兔至少有一只 所以一一越举兔子可能的数量是1到34之间的正整数 因为有94条腿 所以4乘以兔子的数量 加上2乘以鸡的数量 也就是2乘以35减去变量 数字的值等于94 就是逐一检验的条件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设计算法 画一画流程图 但是我现在有两个方法 因为这种安排的数量是2个方法 然后再买的数量是3个方法 所以我用1个方法 我用2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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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结构,嵌套分支结构来实现枚举算法。 循环变量的出值为1,中值为34,不长为1。 一一列举了兔子所有可能的个数,然后用分支结构进行检验。 符合检验条件就作为正确解输出。 我们已经能够用流程图来描述解决基兔同龙问题的枚举算法。 接下来请同学们试着编写BB程序来实现这个算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同学编写的程序,循环结构嵌套分支结构,通过负语句和叶负语句,完成了在每举范围内逐一检验的过程,完全正确。 接着,运行一下程序,看到输出答案,兔子12只,鸡23只,大家可以算一算,是不是有35个头,94只脚。 再请大家想一想,这个程序,还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吗? 在这个算法中,我们需要循环几次,才能完成对兔子之数的一列举。 老师,需要34次。 那,兔子的数量最多可能到34只吗? 如果不可能,它最多可以有几只兔子? 哦,我明白了。 因为兔子有4条腿,现在鸡兔总共有94条腿,假如都是兔子的话,兔子的指数应该是最多,94除以4,有23只。 所以我们的每举范围,不需要从1到34,只需要每举到23即可。 这样的话,我的循环变量中值设为23,循环次数就可以减少11次,从而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每举算法,往往因为需要一一列举的数据太多,影响程序运行的速度。 每举算法的效率会直接影响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效率。 刚才,这个例子中是通过剔除一些不必要每举的数据,来减少循环的次数,提高每举算法的效率。 今后,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缩小每举范围,简化判断条件,减少嵌套层级等,来优化每举算法。 今天,我们通过三个实例,从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写程序,运行调试四个阶段,体验了用每举算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再次感受了用循环结构,嵌套分支结构,来实现一一列举逐一检验。 每举范围的设定和检验条件的表达,是每举算法中的两个关键点。 每举算法利用了计算机运算高效的特点。 当我们碰到,一时找不到前提条件和解构之间数学表达式的问题时,不妨可以尝试用每举算法来解决问题。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通过优化每举算法来提高运算效率。 同学们,通过今天每举算法的实例学习,相信大家对如何使用每举算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两周的时间,我们完成了第一课解析算法及程序实现,第二课每举算法初探,第三课每举算法程序实现,第四课每举算法实例等学习任务,希望大家对这些知识做好梳理和归纳。 本单元的学习到此结束,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